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上世纪三十年代为满洲国时期 四位特工潜入中国东北部 却面对叛徒的残忍威胁 今天为大家点评导演张艺谋的最新作品 悬崖之上Cliff Walkers 以下电影画面由CMC Pictures提供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四位在苏联接受特训的中国特工 潜入中国东北部 他们的任务是要从日本傀儡政府的满洲国 救出一名能够向世人揭露 日本占领军暴行的关键人物 四位特工是两对情侣 但是为了不分神 拆散情侣分成两组 可是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 就面对叛徒的出卖 接应他们的也都是特工 一组成功逃离 另一组却被傀儡政府特工包围 出现百般曲折的暗斗 四人能否完成这个兼具任务 这是导演张艺谋从影以来首度拍摄的间谍片 剧本出自张艺谋和全永仙的合作 开头看双重和三重间谍会有些许混淆 正如所有张艺谋导演的影片 摄影是这部影片的最大强处 每一个镜头都有强烈的观感 特别是穿插了许多高空镜头 即使电影的主要色调是冬天的白灰与黑 而所有外景都在下雪 剧中有不少紧张镜头 特别是特工之间的互相猜疑 甚至也穿插了一段老爷车路上追逐的镜头 包含了一半动作片的元素 既然是一部间谍片 对四位特工的刻画感觉有点草率 但是电影结尾也有感人一幕 剧中不难不观察到 也包含了傀儡政府下特工的残暴 和对共产党政府的赞颂 感觉是刻意凸显的人素 但还不至于过于取巧 而在逐渐认识这些特工之后 他们低调的演出中 却有高度吸引人的表现 也叫人更加钦佩 这些历史中人物的牺牲 神崖之上 Cliff Walkers 看张艺谋在间谍片中的表现 也是一种精彩享受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的强力推荐 电影在美中等多个国家同步推出 目前在1G戏院广泛推出 包括多家AMC和Landmark戏院上映 也包括圣河西的Westwind Capital汽车戏院 在1G戏院广泛推出